海外试驾捷报EPACE 来自地中海的风吹拂着这座岛屿 即便是在远离海岸线的机场 也能在第一时间感受到这一段暖意 15.5摄氏度年平平气温的舒适 让人无论何时都愿意在这多停留哪怕一分钟 虽然体型小甚至有点萌 但你仍然能通过一些家俗化的特征 一眼就能判断出这是一段捷报了 EPEPACE 前脸基本上采用的是 FPACE和FTYPE的合体 套件的加持看上去更对味 相比之下不带套件的就显得素了不少 它的眼睛遗传来自于FTYPE 无论是轮廓还是那条LED日行灯 都与FTYPE如出一辙 与海外版的新款FTYPE一样 EPACE高配版也使用了矩阵式全LED大灯 此外还加入了动态转向灯 整个车身十分紧透 四肢最大限度的分布在车身四角 跟同级别对手相比 它的设计应该是更靠女孩喜欢的 一字版上这个size同样是加固化特征 只不过在EPACE上它是疯死的 外圈的碳纤维纹理应该是选装的 无钥匙进入并不新鲜 但试驾车所配备的四门无钥匙进入 却相对比较少 希望未来国产能够保留 闭住之后 车顶线条开始下坠 锋利的三角轮廓 内收的车尾确实更像缩短的FTYPE 而不是缩小的FPACE 装五幅轮毂 样式简单直接 跟红色卡钳和浅色车身很大 20英寸大角视觉效果没得挑 车尾同样充满了家族特点 与车身同色的后包围套件 比普通版看着更加运动 1还有4分钟 20英寸大角视频 可以不 touched 10英寸大角视频 1半分钟 2日是3分钟 2日是5分钟 1点 1 2 3分钟 1 感谢观看